我就说雷霆泰坦的宣传片怎么这么眼熟 原来和圣斗士杰克弗里德的登场画面还真有三分相似 就连宣传片也和九天游龙泉的施法前摇很像 那本季就来解读一下雷霆泰坦的相关机制 非常简单,看一遍就能全部记住 雷霆泰坦的属性版面还不错 满季拥有8200的生命值,略地狱石头人 属于非常扛揍的单位 普通攻击为单体伤害,可对地可对空 攻击距离1.25格,要比所有的近战单位都远一些 攻击频率1.5秒每次,属于中等水平 移动速度16,属于中等偏慢 攻击力如果对比输出单位,那是不合格的 不过它有个雷电光环来弥补它的普通攻击 这也是它的核心机制 雷电光环的半径为3.5格,属于范围型伤害 也就是说,只要被光环覆盖到的单位 都会同时受到伤害,没有数量的限制 光环每0.4秒攻击一次 对任何建筑和援兵都能造成伤害 对可移动的英雄只能造成25%的伤害 勇王在防守时属于防御属性 也能造成100%的伤害 当然,城墙是可以免疫这个光环伤害的 雷电光环的判定 遵循建筑的实际判定面积 而非建筑面积 反向可以理解为 实际的伤害范围会略小于画面的渲染范围 狂暴法术和狂暴塔都无法增加光环伤害 只能增加雷霆泰坦的普通攻击 在隐形法术和隐形塔的覆盖下 光环是都能正常产生伤害的 镜像法术复制出的雷霆泰坦 同样能继承雷电光环 多个雷电光环重叠时能同时造成伤害 这个画面效果还是非常舒服的 玩家到达10本6级部落城堡时 就能向部落成员索要 可以提前尝尝鲜 雷霆泰坦作为防守援兵时 主要克制超攻超法的定点打击 以及有可能的隐秘哥布林偷本 利用它的光环伤害和无视隐形的效果 可以快速处理掉这些生命值较低的单位 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进攻方也可以在阵型外围的防御盲区 提前点一个弓箭手 把雷霆泰坦拉走 间接保护这些单位 这里面引入了一个隐藏的概念 雷电光环虽然无视隐形效果 但是隐形下的单位是无法让雷霆泰坦主动移动过去锁定的 雷霆泰坦在进攻端目前主要的搭配有闪阵打法 以六闪一阵居多 双弹跳投石打法 超攻超法定点前系打法 搭配超攻的平推打法 代替石头人后搭配超篮的打法等等 玩法还是比较多的 主要定位是肉盾及补伤害的单位 目前热度较高的四雷霆泰坦打法中 其实雷霆泰坦本身多数情况下还是充当了肉盾作用 半数伤害需要依靠四位英雄提供 所以如果英雄等级过低 关于这套流派的效果是非常差的 而在超烂的打法中 雷霆泰坦代替石头人后 是为了增加流派整体的容错率 雷霆泰坦非常克制援兵第一猎拳 有雷霆泰坦的流派 基本不会携带伤害法术 同样雷霆泰坦是骷髅陷阱的克星 骷髅陷阱在很多情况下都能拖一下进攻方的时间 话说最不怕骷髅陷阱的武神又有其他单位代替他了 从上述内容中还可以看出设计师的一些用意 诸如皮卡、雪怪等大人口的近战单位 其实随着大本营等级的越来越高 他们本体的输出是非常有限的 会被阵型中的各种单位控制或拉扯 比如骷髅陷阱、城墙、大本营留下的伤害法术 伤害法术塔和隐形法术塔等等 近战单位的输出环境会非常差 那雷霆泰坦哪怕被控制后 光环也能提供一定输出 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设计 当然流派中的主输出单位 还是需要依靠输出环境更好的远程部队或英雄单位提供 本期关于雷霆泰坦理论部分的内容比较简单 那我们后续的实战中再见